各位大家好 我是Gilbert 這是我去年第一次報台灣公司關係圖 我剛剛RONI做這個東西覺得非常驚訝 我本身是教育員 已經做4、5年 我覺得這個東西跟我工作很有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好好研究一下這個 目前之前RONI做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懷顧的話 會發現他說 有時候點一些大公司怎麼點都是跑出一大堆圖出來 看你眼鏡都畫了 我覺得我有必要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說看到底是有哪些大公司 從董建市名單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法人代表的項目 從法人代表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他們的集團關係 如果把所有集團都畫出來的話 畫成圖的話大概會有點像這個樣子 全部都小點 只有一個點超級大 這個點有多大呢 它大概有1萬多家公司 那1萬多家是多大呢 第二名是 第二名好像才200多家 大概第二名是300倍以上 那所以我們好奇 這邊好奇 好奇的就是說 那從這個1萬多家公司 他們畫成圖的話 大概會變成像這樣子 眼睛都畫了 那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想說 那 這麼大 這麼大的群體裡面 他們到底是有哪些公司呢 那我們可能就是會想說 先用一些簡單的方式去做一些排名 可能排名一排下來之後 發現到說 第一名是兆豐 第二名是開發 那 其實如果是對金融市場有一點認識的話 會知道說兆豐跟開發 他們過去是工業銀行的背景 那本來就是要去負責去做一些產業 就是有點創投 帶著一點創投的角色 所以他們 本身就會去擔任很多的公司的一些 統計師這樣子 那 接下來前幾年可能都是一些 大家知道一些集團 像育榮統一或是 那個 高雄的成家這樣子 那或是台塑 那 不過這樣一直看 看下來之後 發現他說 很好玩 那個 我真的 這是 我真的不小心了 我先說 有時候有些結果是 就是資料做出來的這個結果 我並不是說 要可以去攻擊模式的人這樣子 然後 第二 第二名是中央投資公司 對 奇怪 為什麼國民黨的黨員事業 會跑在這麼前面這樣子 那 不過二十二名算很大嗎 好像也 好像也還好 因為前面還有一堆很大的 可是政黨的規模 可以跟財團相比 這件事情就有點矛盾這樣子 所以 不過 我們後來 後來可能就會繼續 繼續再做下去 有些看 看說他在前幾大的 前幾大的 他們 之間的 社會網路圖 大概會什麼樣子 那 如果這樣隨便一畫的話 就發現說 我只是延伸個一階而已 可能就會發現說 大家都有臨在一起了 這很有趣 那我們 可能接下來就會去做一些其他的 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排名 那 這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統計 應該說只是做一些很簡單的分析啊 然後我想 最主要是我想滿足內心的一些好奇心 我想 知道說這些大公司之間的一些 他們之間的一些交叉投資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也可以 去做一些中間路的排名 去做一些 去看看他們的彼此之間的一些重要性是多少 這樣子 那 其實這裡面 會看到 有時候 你從一些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的時候 會得到一些不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 我從子孫數去排名的話 會看到說 其實財政部是最多的 因為財政部是趙鳳慶的大股東 那他同時也持有 合庫圖銀 那些銀行 那這些銀行 銀行又去投資其他公司 其他公司去投資子公司 孫公司 一直是子孫孫 一直民營下去 就可能到七百多家這樣子 那其他公司也倒是都這樣 那 這邊可能很多投資公司 發現很多投資公司 那 這邊一堆投資公司 你去查一查 我去查一查 發現後面可能都是某個集團 星光集團 那 我會知道說 原來那個集團 他們都 他們在持有那些大公司的時候 不一定是用個人的方式投資 可能 他們比較喜好的時候 去用法人的方式投資 這樣子 那 其實做出這些東西很好玩 那 接下來我們可能就 就會想說 要去找一些認識的人 那很感謝陳森維老師 就介紹 那個 中英院社會所的李松龍老師 那 你認識一個 擁有Dominology的人 可以幫助你在資料分析上面 獲得更多的一些方向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後來 他 後來 討論周杉昭說 原來黨場 黨營事業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 不是現在才有的 是很久以前 就有學者 不斷地在 壯門在提議討論這樣子 那所以 那 只是說現在沒有人在討論了 那大家都以為 現在也沒有這個黨營事業的問題了 那所以 我這次做出來之後 結果做出來 他也嚇一跳 那現在 那既然是這樣子 我讓我去寫東西 update一下這樣子 然後 所以最後 我們就 最後就做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謝謝 好 那我會在台灣 R User Group 再去做一下演講 那請大家 如果 對資料分析有興趣的話 歡迎再來 謝謝